有蚊子携带的债卡病毒会威胁到未出生的婴儿 一些运动员们表示他们很担心 但是另一些运动员则对奥组委的官员们很放心 这是我无法控制的事情 我去礼约只想好好比赛 礼约热内卢的官员们表示 奥运会比赛会在南半球相对较凉爽的月份举行 病毒传播的风险下降 而且运动员们可以采取预防措施 穿长袖的衣服夜间紧逼窗户使用空调 只要在户外比赛就使用防冲剂 独木舟滑手赛艇运动员和在露天水域游泳的运动员们 担心水污染 但是一位在礼约的水域上航行过的运动员表示 问题在可管控的范围之内 我们已经去过八次了 每次我们都要花上大约15到20天 并且90%的时间都在水上 所以我们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正非常努力 不让这个问题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巴西的民众面临着更高的风险 我们要在那待一周 然后从哪来回哪去 实际上礼约的当地人 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 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接触那些被污染的水 对一些运动员来说 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是不再来 这是我们这项运动的巅峰 这是四年一次的赛事 无论你参加哪项赛事 你面对的都是世界上最棒的选手 对巴西来说 通往里约热内炉之路坎坷不断 不过里约的官员们说 到8月开幕的时候 所有场馆都会装备就绪 金牌获得者拉肖恩·梅里特 因阵带撕裂而错过了伦敦奥运会 现在他已经整装待发 我已经准备好重返局势 瞩目的奥运会比赛了 灯光已开亮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上场比赛了 我就在等这一天的到来 无比的藏奥会射击运动员 马特·斯图茨曼 也专注于即将到来的比赛 排除杂念 谁也不想 不让任何人进入我的脑海 专心做自己 做好自己的事 如果我能做到这几点 我觉得我一定能赢得金牌 对这些运动员中的有些人来说 他们的执着和自律 将在里约热内炉获得回报 美国之音奥沙利文 洛杉矶报道 四毛一方吧 我还能做到这些运动员中的 我还能做到这些运动员中的